大家好 又是我向後Karl 今天繼續玩GTA Online 今天繼續報得樂園上這個DLC的新載具開箱片 軍火大亨就出了三架新的警車 上兩條片已經開箱了兩架 今天就開箱最後那架 今天要改裝和試用的是 穿刺者SZ巡航者 緊急車輛坐到四個人 原價472萬 批發價354萬 你購買它之前 首先要以隊長身份 完成特集當中農場的非法基金 解鎖批發價的條件 是完成勤務工作的私有物出售 先用第一人清望一下它 本身有一架叫穿刺者SZ 這個又是加巡航者後面變成警車 又是貴三倍 貴差不多三倍 那架128萬 沒有記錯 這架差不多三百幾萬 那我先買一個內籠 又是有一部電腦 有一個麥克風 現在拿它去改裝 護具 護具 護具改裝 殺車也改裝 保險桿 前保險桿 不是很多選擇 原廠是這樣的 通風式保險桿 是否中間通了一個洞 這個巡遊保險桿 這麼多兩眼燈 加這個巡遊保險桿 後保險桿 又是沒什麼選擇的 可以拆掉它 沒有保險桿 還有巡遊保險桿 就巡遊保險桿 都沒什麼選擇 就行了 引擎 引擎改爆它 然後排氣管 原廠就是這樣的 在左手邊 然後落合金改裝型排氣管 然後落合金賽道用排氣管 然後大筒式排氣管 又是在外面 接下來要用釋放 抹著自己的號碼 這是下入金的 這個就是落合金的出色排氣管 在旁邊 就是在後輪前面 左右兩邊也有 這個就變成泰金 鋼左營排管就放在前屋後面 我選這個,落入金質出色排管 前擴散器 加上車旗在前保險桿 還有出色扣位,放了紅色扣位 碳纖定峰翼 這個就什麼都齊了,碳纖定峰翼配前翼 沒有什麼選擇 隨便吧,碳纖定峰翼配前翼 水箱護罩 船廠就這樣 就變成落合金後車架 多些落合金一間間 噴漆水箱護罩 變成主色料 落合金水箱護罩 這個框變成落合金 這個經典水箱護罩 有一格格的 都是落合金的 好像這個最美的 落合金後車架 引擎蓋 原廠就是這樣 原提式引擎蓋 中間突高一點 雙通風式引擎蓋 前面有兩個通氣熊 跑車級引擎蓋 中間突起 又是有通氣孔的 這個低護罩式引擎蓋 中間突一點 然後再中間突起 兩重突 這個再突高一點 護罩式通氣孔配效能型移錶 又是有些假儀錶 我記得 這個穿刺者SZ 本身也是有些假儀錶 這些儀錶 這些儀錶 這個呢 再突高一點 直線競速型護罩式引擎蓋 這個就看到一些格格網 給他一些假儀錶 就選擇這個 護罩式通氣孔配效能型移錶 車燈 又是不能加底燈 塗裝 預設的是樂勝都警局 可以拆掉它 這個就是樂勝都警局 警局 警助 分別不太大 多了那隻字 這個就是樂勝都警局 炸彈偵察 爆炸組 BOOM Detection K9 這個就是樂勝都 警局警監 Captain 這個就是樂勝都州警察 這些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跟之前的幾架警車 這個就是樂勝都公路巡警 樂勝都棍警長 這個也是經常見的 這個 樂勝都警局 港務局 這個就是 淺色用的 樂勝都警局淺色用 樂勝都州警察淺色用 這些都是經常見的 這些都是 樂勝都公路巡警 淺色用 下一個就是樂勝都棍警長淺色用 根據這個Pattern 沒錯 我猜對了 樂勝都棍警長淺色用 還有一個 樂勝都警局賽車 這個挺特別的 這個挺特別的 有隻鷹 特別一點 選擇這個 樂勝都警局賽車 只有這架警車 有這個圖裝 選擇這個 警用設備 天線 天線本身是沒有的 本身是沒有的 1.0 1.0 1.0是在後面 然後2.0 就是在車尾 3.0 有些 不知道是感應器 可能是感應器之類的 然後就是 4.0 在車尾箱 都有些感應器 然後車頂有三條天線 5.0 6.0 7.0 什麼都有齊了 7.0 什麼都加了給他 探照燈 本身就沒有探照燈 然後 又是基本探照燈 又是照著自己 不會揭起 一個的 單一探照燈 收起 然後展開它 整對探照燈 收起 然後揭起一邊 駕駛座探照燈 展開 整對探照燈 整對探照燈 展開就選擇一個 警示燈 原廠 預設就是警示燈2 你可以拆掉它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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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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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 2.0 4.0 4.0 4.0 2.0 4.0 4.0 4.0 又是加兩盞燈仔 之後行動防撞保護架 這個加兩個探照燈 配備者防撞保護架 這個捷擊者 有四盞燈 還有兩個喇叭 這個戰術型防撞保護架 拆光了 這個就是突擊防撞保護架 加兩盞燈和喇叭 我比較喜歡這個 捷擊者防撞保護架 後抗散器 加一個跑車的抗散器 GT抗散器 然後 擾護輪枝架和降落散 很奇怪 還要遮蓋車牌 那我不加給他了 抗散器我不加給他 很噁心 噴漆 那這次給他什麼顏色呢 那我這次給他一個粉彩黃色珍珠漆 這個也是前幾期的GT Plus送的 這樣看都不錯 那就選這個 複色調 複色調 複色調都是給灰白色珍珠刷 但我覺得警車怎樣 都是車身要配白色才像一架警車 好看 搖流板 這個就是低順型搖流板 細細塊 鴨尾型尾翼 這個跑車級尾翼 賽道用尾翼 鋼左形、尾形 我還是喜歡低調一點 我選這個低純型擾榴彈 遮陽架葉子 主色釣 褲色釣 然後碳籤 碳籤我看到字樣 炭籤 原料系統 變速箱改爆 魔輪都加進去 車督也是用原廠車督 加強防彈輪 然後製造個中式燒胎煙 車窗 要改就是這麼多 可以去試一下車 都開完它的載具門看看 先看看 又是有兩支槍 又是藏了兩支槍在座位中間 後面又有些彈藥、防彈衣、催眠雅絲、警棍之類的東西 好,那試一下車 起步那一刻都覺得它很笨重 我記得本身穿住者SZ的性能都不太高 都不太好 嘩,很難控制 嘩,沒多久就炒了車 起步那一刻是疾疾的 還有轉彎 我要起勢扭軚才轉彎 轉彎很一般 而且我看到它的 爪地力也很一般 我看到它飄一下飄一下 地平也有一點飄一下飄一下 速度上不算快 跟前幾輛警車相比 這輛真的偏慢 轉向還是差一點 要起勢扭軚 速度是慢 它本身這輛車都不算快 但是它殺車都需要一點時間 它的殺車都一般 加速度都不快 都要頗長時間去加速 阿文心凡不斷人家 還在試警車 與我無關 這輛車的性能一定很差 整體性能都沒有什麼 比較好 我記得 穿住者SZ的性能都很不太好 就算它變成巡航者 也不會有什麼大改善 這輛車用來捉賊是不太能捉到的 你看看 開了燈 它有很多眼燈 又是有八盞燈 我記得穿字的S是橋車來的 所以性能都不會要求它太高 但你變成警車 你好大都會提升一下性能 按L3就是響景名 讓車讓路 聰明的車就讓路 蠢的車就阻路 繼續按L3就BBBBBBB 每一輛警車都是這樣 整體上這輛穿字者SZ巡航者是一般的性能 今天有關GTA Online報得樂園上這個DLC的新載改為穿字者SZ巡航者的改裝和使用就來到這裡 這輛穿字者SZ巡航者可以說這三輛新警車性能最差的一輛 不過都是那句 買警車回來都是儲車用的 還有開那個勤務工作任務 終於都改裝了三輛軍火大亨生出的警車 之後就改了Legend W和藍繩康地支超級汽車網的新車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口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